好 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次盘棋是10月23号 谢科对战深圳旭下的另外盘网棋 这盘棋深圳旭直黑 谢科直白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分别挂角 选择速度非常快的一个布局 然后白棋夹击 黑棋脱先 肩顶 上面因为白棋有这个力尔拆三的空间 所以说也可以这样长 就拆过来 这个比较简明 实战白棋飞的话 就直接引起战斗 黑棋团断 白棋要是直接贴下去的话 那黑棋脚上先立下去做活 外面挺头 白棋二路斑瞻先手 黑棋活脚 然后白棋拆出来 这样的话白棋两边也都可以分别安定 实战白棋先扳一下 然后再贴住就稍微有些差别 因为现在黑棋就可以断打 断打紧住白棋这场科子的气 白棋上面就只能气掉了 这样白棋右边先安定跳出 黑棋上面补棋 白棋就把这里补后 这样白棋为右边 黑棋为上方 形成互为的一个格局 实战 黑棋还是立下去 那白棋拆出来 之后黑棋挺头 上面这里补棋的话 单战肯定目术更好 但是没有一手棋补干净 黑棋右边吃通 如果说白棋上面不补的话 以后黑棋有这个碰的手段 这个就让白棋非常难受 扳头的话 黑棋长 上面有扳过 要搜根 白棋站的话 右边又有冲断 要把白棋这四颗子断吃 所以说白棋最终 还是选择往这儿跳一个 搭出来一个小堡垒 这样以后黑棋上面 有二路打拔 白棋的目术稍亏 但是比较稳定 接下来黑棋拆边 白棋飞刺 这个地方普通补的话 黑棋就是马上连回 白棋往33一场 实战黑棋想先冲击 白棋的棋型 所以说往上碰 这个地方白棋只能忍 如果说忍不了 尝出来作战的话 那被黑棋搬完之后 贴住 白棋脚上长一个 黑棋再往上挺投 白棋两块棋被断开 会陷入苦战 外面黑棋要出头 右边要破坏白棋的眼位 形成对杀 白棋的气也不够 所以说白棋连回 黑棋贴住先手再搬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来 刚才黑棋这手碰是非常妙的 黑棋的步调不错 接下来白棋断 然后也不肯直接打尸连回 因为正连回的话 被黑棋拐打先手 再往外飞 等于说是一个里和外的交换 白棋就算出头的话 黑棋往右边跳过来 又可以搜刮白棋的眼位 黑棋自己也可以掌控 所以说正下白棋就略显局促了 实战白棋碰一个 想要高效率补棋 黑棋如果说搬的话呢 反而让白棋多了一些借用 这个地方因为黑棋存在断点 所以说也不敢随便往这儿断打 这个地方黑棋越下越麻烦 战的话呢白棋尝出来 这样白棋就已经算是吃通了 虽然说右边二路班长一个 白棋出头黑棋可以联络 但是白棋先手安定 是完全可以满意的 其他地方也有价值非常大的 比方说像上方这手拆一 又可以做根据地 又可以夹攻黑棋 所以说白棋右边先手安定 是非常满意的结果 实战黑棋往下立 那这个时候白棋尝一个 总该可以满足了 白棋还要追求的更多 压怪的话主要是 对于黑棋下方的这个 威胁更大 因为马上就要扳头 但是被黑棋往上一尝 白棋自己也就变薄了 接下来白棋跳架 黑棋左边冲一下 再往上冲 白棋是直接挡不住的 不然的话很明显 这个地方断打完之后打吃 把白棋争死 所以说白棋为了补掉外面 这个断打之后 被黑棋争吃 白棋先扳 不过这样的话 黑棋就不可能再往下方纠缠了 直接冲出去 这样白棋右边被黑棋全部包围 那现在有两条路给白棋选择 一个就是把黑棋包围形成对杀 还有就是彻底放弃右边 把外面全部包扎住 从而发展下方的潜力 这里AI的这个定型是要比白棋实战 细致非常多的 就是先挤一下 挤完之后再沾 这样的话 黑棋为了不让白棋右边坐眼长气 只有先把这个扳毡走掉 然后白棋再往这靠一个 黑棋因为比较惧怕脚伤的这个断点 所以说像这个局部也就没有反击的手段 黑棋老老实实沾上 白棋还可以再虎一个 这个棋呢 就是先把自己的气尝出来 黑棋只有沾 白棋外面连回 那黑棋还得再补一手 以后形成收气吃的话 其实白棋损失的比较有限 并且外面先手连成一片 再往脚上补齐的话 那白棋下方的模样也是可以全部扩张 这样白棋还可以 实战白棋直接靠住的话 右边没有交换到 那黑棋马上搬出反击 白棋夹一个 当然黑棋挺头的话比较过分 因为这个地方被白棋断打完之后 再往前压 白棋只要中间这个断点补掉 那黑棋右边就必须要补齐 挤一个白棋就可以把这两克子拍死 所以说黑棋反击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还是单战 之后就非常考验白棋的这个计算 白棋是可以想办法在右边形成对杀了 那前提一定是走到这手团 不管是白棋团住 还是被黑棋往这挤一个 这个都是双方长气的要点 并且还可以紧住对方的气 那如果说白棋先团住 拐下来 然后再往外补齐的话 这个地方就直接对杀 我们来稍微摆一摆 看这个对杀的结果 白棋破完之后沾 黑棋沾上 防止白棋这里挤完之后打吃 收气 那白棋扩大眼位 破眼 黑棋也破眼 这样的话最终会形成对于黑棋有利的一个打结双活 所以说形成这样一个结果 其实白棋也并不划算 所以说白棋就直接往外面补齐了 黑棋断打完之后挤一个 走到这个要点 那白棋右边全死 这样的话白棋总体气的目数还是比较多 至于下方这里到底能成多少空 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所以说这个局面黑棋好 而且白棋外面并不是非常厚 中间这个地方牵了一手棋 现在补的话就慢一拍 被黑棋往下方掏空 那白棋就围不了多少 所以说白棋还是先手脚 那白棋不补 黑棋就打吃 这几颗残子的话 非要跑倒也能跑得出来 但是这样一串单关跟上方连回 没有太大意义 反而让黑棋外面变厚了 这样黑棋以后左边这里拆边的话 就可以在中间形成模样 所以说这个残子就不跑了 白棋先回到左上方 这个出头的方式 现在也是经常能见到 黑棋斑 白棋反斑 黑棋长 白棋连回 黑棋贴住 白棋再往前压 这个地方压五路 白棋也是非常损控的 不过白棋就是想把这里补后 从而吃住黑棋上面这颗子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两个脚上的定型 白棋下的虽然说比较大局 但是控确实是损了不少 如果说在上方包围黑棋 以及在下方为控 不能给白棋带来太大的收益 那白棋这个全盘的控是个问题 所以说接下来白棋就要在上方想办法 这个地方 AI的这个思路也是非常的大局 认为黑棋在右边这里的收获已经非常大了 所以说黑棋可以继续扩大战果 往右边这里跳过来 这样的话 上面多了这两手棋的交换 其实也就宣告白棋中间这几颗残子已经跑不掉 再沾的话 黑棋贴住 白棋往上方逃跑 就是死路一条 那右边的控 黑棋全部围城 接下来就可以往其他地方继续捞控 这样即使是上面被白棋吃住的话 黑棋在其他地方的这个收获 已经完全超过这里了 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大局的一个下法 实战黑棋还是不依不饶 这点控都不想给白棋 那跳出作战 白棋再往前压 黑棋拆边 挺头的话虽然说比较厚 但是以后还给白棋留下来这个拆边的空间 所以说黑棋先捞控 然后白棋飞刺 黑棋单粘的话太重了 白棋可以往这跳一个 那黑棋也是没有眼 所以说黑棋这个地方下的比较灵活 反正就算死掉其中的几颗子 黑棋也不心疼 靠牙 白棋扳 黑棋凑一个步调 粘上先手 然后直接出头 这样的话白棋往中间照住 黑棋再冲 白棋单长 这里黑棋还是要时刻注意 中间这个地方 白棋的残子马上就要出动了 但是现在呢 因为上面不活 又不能补 补的话被白棋拐头 黑棋大龙危险 这个地方飞出来的话 白棋尖顶 黑棋长的话有斑断 挤的话白棋连斑 黑棋打的时候 白棋可以反打 所以说 现在黑棋还是只能继续往前 跑跑 冲出来 那白棋多了这两颗子的接印 直接把残子粘出来 黑棋贴住先手 白棋连回 黑棋拐头 这里白棋先虎一个 然后直接靠住 挖断的话不成立 白棋随便往这走一手 黑棋就死掉了 所以说黑棋也只能弃子 先往上打 吃联络 白棋如果说 站上的话 那黑棋外面的借用就变多了 这里长一个先手 飞先手 然后左边可以扳回 所以说白棋还是先收气 黑棋提掉 白棋回一个 接下来的话 黑棋如果说 想让右边这个空 味道变好一点 那就最好是把这个断点 先手补掉 白棋贴住 收气 黑棋再往下地方 捞空也不迟 那实战的话 黑棋并没有做 这一手棋的交换 主要是以后 像中间这里点刺 长 包括小间 都是黑棋的先手 对于周围的战斗 会比较有帮助 所以说黑棋就先保留了 直接往脚上拖 捞空 白棋扳 黑棋反扳 白棋再胡下来 这里白棋断打的话 贴住黑棋 可以这样拐回 这样白棋拿住脚控 黑棋就可以把边控全部补好 实战白棋 胡下来 那黑棋断打完之后 再往上方二路漏 这个地方没有着急定型 其实直接长的话也可以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这里定型最终会形成一个什么情况 黑棋长 白棋就立下去 这个时候呢 黑棋最好是往路飞 然后先手包扎住 再往脚上捞空 贴住的话 主要是白棋跳刺 这里排一个扳 黑棋反扳下来 白棋粘先手 黑棋不断 那白棋往脚上收起 这样要反杀黑棋 所以说 这里黑棋长的话 大致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定型 实战黑棋也是瞄着 白棋上方这里有问题 直接往路点 白棋先往右边粘 交换一手 黑棋扳 白棋反扳 黑棋粘上 这里直接出棋呢 不可能 断的话 黑棋可以跳夹 粘 黑棋 打吃 挤一个紧气 猴下来的话 黑棋夹 再收起 对杀 白棋气不够 但是这个地方 会给白棋提供非常多的劫财 实战 白棋就要面对黑棋上方 这手杀招了 白棋顶住 黑棋长一个先手 二路拖 白棋挖 黑棋 断打完之后 再打吃 度过 这个地方 白棋就不能再粘了 粘的话 被黑棋 粘上补断 白棋全死 所以说白棋反打 这里就形成一个打结活 其实对于白棋来说 还是非常头疼的 因为毕竟这个节 对于白棋来说 非常的重 好在白棋右边的节材 还算是比较多 先断 提节 黑棋 左下角打吃 再提 白棋往脚上架一个 黑棋下的也是 非常的清醒 这个地方 如果说黑棋 搬的话 虽然说木树比较好 但是之后 白棋向这里顶住 黑棋 沾 白棋以后 夹过来 收气 然后包括以后脚上打持 就多了很多的节材 所以说黑棋 也是宁愿放弃脚上的空 也要 把白棋 这里的节材 消灭掉 直接拐回 白棋提掉 黑棋往左下角站 这里脚上被黑棋 沾上的话 白棋损失太大 所以说也只能双打持 黑棋在提节 白棋继续利用右边的节材 沾上 黑棋打 白棋再提 之后黑棋往中间点 这个时候也就可以看出来 黑棋刚才右边没有沾 是深谋远虑的 这个地方确实以后 让黑棋又多了一枚节材 这个时候每一个节材都非常的重要 黑棋提节 白棋右下角挤 挤完之后提节 黑棋往中间 小肩 白棋沾上 黑棋再提 之后白棋往脚上顶住 黑棋沾上 破眼 白棋再提节 黑棋中间打持 提过来 白棋右边团住 再提 然后黑棋单站 那这个地方 确实白棋的节材已经 所剩无几 那白棋没有办法 只有往左边搬 造节材 黑棋如果说跟着硬的话 以后这里断 各种打持 断打 都是白棋的节材 所以说 在黑棋的这个节材 也剩的不多的情况下 黑棋选择直接消解 上方打持 那白棋右上角全死 这样的话 已经把白棋逼到了这个绝境 白棋如果说 左边不能把黑棋大龙 全部吃住的话 那这个空肯定是不够 实战白棋先跳下来 黑棋挡住先手 肩顶作业 白棋如果说 只是网路搬的话 黑棋直接挖斩 白棋断吃这三颗子 然后黑棋双打持提掉 这样的话 黑棋左边先手活棋 再把脚上一捕 那白棋就不行了 所以说白棋先往路 先往上方跳一个 然后黑棋脚上做活 白棋再往路搬 接下来黑棋挖斩 白棋挺头破眼 黑棋外面断打 白棋逃跑 接下来的话 黑棋跳家 白棋如果说拐出来 黑棋刚好打出玩意 滚包再往前一场 中间要联络 下方要作业 这样白棋杀不了 所以说白棋还是 先把黑棋断开 扳 把黑棋的联络分段 黑棋提 白棋扑破眼 黑棋再往中间跳 其实这个地方 白棋已经不好杀了 而且白棋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说黑棋左边 提通的话 白棋上面大龙也是有危险 所以说白棋还是 先往中间飞 把黑棋断开 黑棋坚定 白棋联络 之后黑棋下方扩大眼位 白棋如果说点过来 这样缩小眼位的话 黑棋挡住 贴住 两眼活棋 这个看的也是非常清楚 实战 白棋往中间冲一个 黑棋左边断打 黑棋活棋太容易了 左边顶住也行 白棋破眼 黑棋就这样团住 然后小尖 白棋刺黑棋斩 这个眼位已经活了 实战 但黑棋选择往中间团住 走到这儿白棋就认输了 因为继续走下去的话 白棋破眼杀不了 并且我们刚才说到 黑棋往中间这里沾 左边提一个先手 白棋边上还要继续做活 黑棋就不是这个活棋的问题了 直接往上跳一个 还要反杀白棋上方大龙 这两条龙对比的话 白棋的气也是要少于黑棋的 并且眼位也不如黑棋充足 所以说这样下的话 白棋最终还是不行了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精彩 白棋主要的问题 主要就是在右边这里 处理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果说 当黑棋往这儿出头的时候 白棋早一点把这颗子吃通 双方这两块棋互相逃跑 那这个棋局还非常的漫长 实战白棋选择把右边弃掉 想在下方唯控 其实这个选择就已经比较危险了 因为黑棋拿住的是实实在在的目数 那白棋下方的这个潜力就比较虚 之后在上方 白棋想要把黑棋这几颗子封锁 但是最终也是没有走出最佳的下方 然后导致右上角最终被黑棋网入点 还形成一个打结活 黑棋也是利用这个结 在其他地方获得一些便宜 白棋最终孤注一掷 想要杀黑棋左边大龙 但是无奈 留给黑棋的这个生存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并且白棋自身也是非常薄 那最终白棋也是无力翻盘 好 那推翻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